惹怒了老婆 刷卡而渡取決於對老公的怒 我都會以我老公把我惹毛的程度 來決定我要刷什麼 像比方說 我只是提醒他一句 他喝了酒竟然 難敢把那個抹布拿到我的面前 在床上扭給我看 我當場覺得我不會跟他吵 因為他喝多了 隔天我就去把他的車給賣了 你一個毛巾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當然 今晚得點 東升超市 聖子蛋頻道 我就問你正常嗎